花莲市中山公园风雨球场新建工程 12月完成了招标的作业 目前等待申请建筑机关建造 开工准备后勤工作 花莲市长魏嘉贤表示 这项契约工期为360个日立天 不过施工所将会和建造单位承包商来协调 在确保工程品质的前提之下 全力的赶进度 希望在明年就能够尽早来完成 花莲市中山公园风雨球场新建工程 在12月初完成招标 为了了解未来事工状况 市长魏嘉贤会同了世代会主席苏美朱 副主席李正伟还有多位的市民代表 到现场来听取承包厂商的工程简报 它是因为资筹款真的比较庞大 那特别感谢几位议员 还有我们代表会的大力的协助 让我们能够凑足我们地方的一个资筹款 那我们未来希望这个风雨球场盖好以后 等于说是花莲市的一个指标 那很多的代表提出相关的建议 希望这也能够变成年轻人喜欢运动的场地 也可以变成代表花莲市运动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篮球场 那我们期盼未来在360天的日地天的过程里面 施工过程里面请大家多多等候 那在完成之后也能够有更多的人来爱惜这座球场 那我们期盼大家等了十几年的一个风雨球场 终于能够顺利的招标出去 也顺利的能够来开工 也期盼有更多的运动人口能够在花莲开始产生 世代会副主席李周伟表示 中山公园风雨球场是花莲市第一座风雨球场 代表会建议施工所要参考国内外风雨球场外观的色调 或者是注入艺术风格 让球场不要过于窒息而刻板 期盼完工之后可以成为大小朋友最喜欢的运动场所 那针对中山公园这个部分 因为风雨球场是首座 那也可以建议花莲市公所在兴建完成之后 也可以去参考其他国家 一些相关风雨球场的设施 包括色调的一个比例 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个艺术性的规划 让我们这个花莲市的中山公园 能成为一个相当吸睛 那也相当受到各界瞩目的一个公园 市长卫家检表示 目前工程带向建管单位申请建造开工备查 工程契约360个日立天 将请建设客和建造单位承包厂商来协调 在确保工程品质前提之下全力赶工 希望可以在明年尽早完工 借许立群华莲市报道